现在请出来的是我们土家族摆编女歌后陈娟 来 掌声欢迎 大家认识一下 做一个是我介绍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陈娟 来自湖北土家族的一名姑娘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 陈娟和特伦两个人认识啊 是因为吃饭 什么叫又 什么叫又是吃饭 原来我都不接 不接你的话 你问吧 人家是不是因为吃饭 好吧 那你俩认识真的是因为在一起吃饭认识的吗 别说 还真与吃有关 你看看 我多委屈 被你们误会 因为特别好玩的是 我和特伦姐在食堂里面吃饭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围上来拿着笔啊 相机啊 就想要求合影啊 求拍照什么的 我就看特伦姐好尴尬的表情 我就帮忙解释 我说对不起 这不是德德马老师 这是德德马老师的模仿者 所以就这样我和特伦姐就特别好了 她的演唱方式很特殊 我永远学不会 再怎么学也我学不会 我们也见识见识呗 怎么永远都学不会 行 那就听一听好不好 可以过 陈娟 先来一首歌 来什么歌 我们那儿有一首特别好听的 青江女儿 土家妹 来 是 来 没完有火火 那过来努力我吗 那过来努力我吗 还不是话来努力 每一位上船了 好猛 青江花郎的土甲梅 哎呀 水一样青春 水一样的美 水葡萄的眼睛 柳叶美 水莲花的脸儿 樱桃醉 水 水作的妖儿 他上哑上泪 活像那青江 鱼百味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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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关灰扬 黑龙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他刚才上来亮相的时候 我看他这个衣服 我脑子想的是 这个设计师还挺独特的 专门弄这种 完全不对称的这种感觉 我以为这就叫流行 这叫混搭 结果转来转去发现 人家是有原因的 那个男生的声音 真的是你发出来的吗 我真的 他不信 特别的不像 是吗 对 你能用这个男生说话吗 其实我小时候都是唱男生 因为家里就我一个独生子女 就是个女孩 可能我爸妈也嫌麻烦 从小就给我剪一小字头 从小就是一个小男孩的样子 然后呢 家里又没有人陪我玩 我就每天抱着一个小小的收音机 就躲在被子里听歌 然后那时候都流行 什么刘焕啊 什么韩磊啊 什么张雨生啊 什么毛宁啊 天天都躺在 躺在听歌 那个声音的状态 其实是非常放松的 一放松了 他就那个男生的状态就出来了 比如说我当时就听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还有韩磊呢 还有韩磊呢 走四方 路迢迢水畅畅 还有那个毛宁的那首歌 特别好听 带走一盏余火 让它温暖我的双眼 当时我唱几首歌还去参加比赛呢 就这样一直唱唱唱唱 大家都觉得 这是个男孩吧 在台上唱歌的 每人都在底下猜 然后好郁闷呢 一个女孩 还是要有女孩的样子 尤其是我爸特别不喜欢 我的女儿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你要唱歌 你就好好地唱 然后后来我就说 爸爸有提议你唱什么歌吗 他觉得邓丽君啊 宋祖英啊 都好听你 为什么不唱呢 你唱过吗 我后来就唱了 你这样的要唱邓丽君 我觉得特别好奇 那会唱邓丽君 会 来两句 两句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然后就把那个女生位置找到了 所以就从现在我就是长头发一头卷发 然后每天都穿很细腰的衣服 就很像女孩 谁在说我是男孩 我跟谁姿 来严肃老爷子 点评一下 这个用我们的行话来说就是 这种嗓音多变 嗯 就是大小嗓结合 它非常出神如画 谢谢 这个挺难的 谢谢 别看这种嗓音的来回变 刚才也是要问我呢 是老蛋跟小蛋一块的 大小嗓这么来结合 很不容易 谢谢 谢谢 我才让锻炼出来的 一开始说实话 我并不完全接受 后来越听 我觉得你下了功夫了 值得 谢谢 太感谢袁老爷子了 刚才陈娟上场之前 呃 刚为两位男生唱的时候 我特别羡慕 呃 菲菲和宋宁 因为 他们好养眼啊 哈哈哈 陈娟一上来 我好羡慕我自己啊 哎 啊 这个焦小玲珑 然后 呃唱歌美 这个 人美 虽然你这一嗓呢 男生出来吓了我一跳 哈哈哈 但是我还是喜欢 我觉得你演 你演出应该挺多的 你知道吗 你看你出去 省钱 省住房 省路费 啊 你这光从省这方面来说呀 不是给演出房省啊 演出房 你请他演出的时候 你看一个二童唱来了 完了说 一个住一个屋 然后那个路费一个人 服装 你看各种省 吃饭 省一个你看 欢迎邦老师 以后多联系我 哈哈哈 好以后做合作 OK 谢谢 听听菲菲的点评 他想这样划算 哈哈哈 对 哎 不过我刚才我听那个谁 陈娟我的纳闷 你说你这个一放松的时候 这男生就出来了 我刚在底下我就 我就一个在想我放松 啊 啊 你放松你也太松了 你改天回去 躺到床上的时候 听男生歌去找那个位置 一定能找着 很容易 反正找不到 你没找着 还有一个办法 发脾气也可以 发脾气 怎么发脾气 你得对这个发脾气 不是你干嘛呢 啊 哈哈哈哈 他不是发脾气吓到我 知道吗 直接男孩子的水车 把我吓一跳 没错 没错 就他这种 所以他刚才唱的时候 我一直就是 特纠结你知道吗 因为这种串的 我们也听过很多 但像他反差这么大的 他尤其一转过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是一老爷们儿在那儿 哦哦哦哦 我在等我 他生活中 你生活中是不是有两面 而且这两面反差非常非常的大 像你的声音一样 我性格就是很女孩 因为我特别讨厌人家 都说我像眼睛的 我说长头发呀 然后蝴蝶结呀 水蛇腰啊 对对对 必须的 陈娟她 高冰鞋呀 她因为今天是这样 把头发做起来 其实她生活中头发特别长 是一头长发 齐腰的 像瀑布一样 是是 我好喜欢听王老师的声音 我知道您唱过龙春调的 要不要咱俩唱一个 好啊 好啊 来 来 王姐之老师来一道吧 来一道吧 又来这老 每晚我去拜年 阿火味 尽那应二说 尽那应二说 量求将 의� 把钻还怒过 呃 哪有违作哪有违作 千万万吹过火有违 我听王老师的声音都听醉了 那问你后来来到北京了是吗 对对对 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怎么来到北京 我小时候人家都说 诶 陈娟唱歌可好听了 她是业余的 我怎么听这业余俩字那么难受呢 我就觉得不行 我得来学学 到底专业是怎样 我就考大学 考到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 声乐系 跟军毅的王翠年老师 专业学了好几年的美声唱法 我也想通过这个 我家有明星这个节目 找一找王老师 因为我是97年来学的美声 那当时老师这么多年不联系 我都联系不上他了 每年教师节想去拜访 也不知道找哪去 面试金钱 认识王老师或者是王老师的朋友 看到这期节目之后 请告诉我 我去联系王老师 谢谢大家 为什么这么想找老师 因为没有老师指点 我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大的舞台 让我来唱歌 老师就跟我说 我当年来 我就洗嘚嘚的 那时候还很小 就跟老师说了 老师我是这样唱歌的 老师一听吓坏了 孩子 你这么唱歌 我可教不了你 我说 我也不是来学这样唱歌的 我就想要学一下正统的唱歌方法 他就教我很多美声的歌曲 比如说Carmen 我亲爱的爸爸 诸如此类的这些歌曲的训练 然后让我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我很感激他 而且我现在呢 也是中国文联的文艺志愿者 经常随中国文联送欢乐下基层 前不久还去了贵州的碧节 参与暑期文艺之教 我都特别感激老师 所以想要借此机会 跟老师说一声谢谢您 能不能给老师唱首歌吧 可以 我把我们家乡一首 传承了两百年的歌曲 一首黄四姐 送给大家也送给老师 传承了两百年的歌曲 编号 Mike 我给你送一根紫帕子 我要一根紫帕子干啥子吗 带带门通上啊 你心罗友好看啊 做的有人敲舍我的个脚脚 一个人有罗 一个人有罗 做的有人敲舍我的脚脚 黄啊紫帕子 你喝啥子吗 我给你送一根紫帕子 我要一根紫帕子在干啥子吗 带带门通上啊 你心罗友好看啊 做的有人敲舍我的脚脚 我的有人敲舍我的脚脚 黄啊紫帕子 你喝啥子吗 我给你送一双四光瓦的 我要一双四光瓦的干啥子吗 穿在门座山啊 你心罗友好看啊 做的有人敲舍我的脚脚 你爱你爱我 我爱你爱我 我的有人敲舍我的脚脚 哎哟我的脚脚脚刚才会这么多啊 东西送地上鞋血 你不要这么说 你初一来不来嘛 初一我不来哟 初二来不来呢 初二也不来 那么其实来嘛 家人没了空 我们儿天要看拆 后天才到小门家中来 后天才到小门家中来 来吧来吧 有请有请 今天是特伦带着几位朋友 来到我家有明星的舞台 其实也是有梦想 现在梦想是什么 特伦 这样的 我们的梦想是 我们私下聊过 想办法做一个多民族的演唱会 多民族的演唱会 多民族的演唱会 希望电视机前的 一大民族的歌手 能想加入的话 跟我们联系 他们也是希望通过舞台 这样的一系列的展示 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 我们祖国各民族的文化 各民族的音乐 各民族的一些特色 对 那还是那句话 如果您感兴趣 愿意参加的话 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 我们也 今天也算是一个梦想的发布 期待你们梦想成真 是 但是说到唱歌 接下来 特伦再给我们带来一首歌 蒙古族歌曲 呼伦比尔大草原 好听 来 掌声欢迎 我的心爱 在天边 天边有一片 辽阔的大草原 沙漫漫漫漫漫草原 天地间 洁白的蒙古堡 洒落在河边 我的心爱 在高山 高山深处是 金色的大心啊 微微星安 云雾间 角尖的雄影 俯瞰着草原 波浪贝亚大草原 海云我多飘在飘在我心间 波浪贝亚大草原 我的心爱我的思念 我的心爱在河湾 而过那河穿过那大草原 草原母亲我爱你 深深的河水深深的中原 波浪贝亚大草原 海云我多飘在飘在我心间 波浪贝亚大草原 波浪贝亚大草原 海云我多飘在飘在我心间 波浪贝亚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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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圆 夜色美 情趣遥雅 愛上催 晚風吹 送天河的心啊 歸如長方 山映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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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風吹 送天河的心啊 歸如長方 山映桂 歸如長方 夜色美 秋天明月 夜總相催 晚風吹 浮綠色的夢啊 流洋如遠 多邊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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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风轻浮绿色的梦啊 流洋如雨拖边吹 草原夜色北 规矩今备黑人已醉 晚风唱着甜蜜的歌 轻起大雨不认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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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 晚风唱着甜蜜的歌 轻起大雨不认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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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大家认识她吗 都说是德德玛 那我们现场的各位助力团认是吧 上次是真把我给忽悠了 这次我可知道了 特伦 因为为什么包花蜡印象这么深 上次特伦来节目的时候 是作为德德玛老师的一个模仿者来的 但是今天和上次不一样了 上次是单枪匹马来的对不对 这次人家带了好多朋友来 对 我今天带了朋友来 带了朋友来 带了朋友来 带了几个呀 带了三位朋友 三个朋友 对 首先介绍第一位是 第一位是我 我们新疆的维吾尔族最帅的歌手 阿里木 来 掌声 有请 德德玛老师 你好 现场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疆的 我叫阿里木 今天非常开心来到了 我家有明星 我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 也一直在关注两位主持人 真的吗 特别想上 一直没有机会 今天就来了 今天拖特伦姐的府 来到了这个舞台 我太荣幸了 我也代表我们新疆 希望所有现场的朋友 和电视机线的朋友 去我们新疆做客 你看阿里木一上场 我们现场这个年轻的女性观众 就在那儿那边 我看得特别清楚 一直是一个姿势 一种眼神 什么眼神 我发现还有一个也非常的陶醉 谁啊 菲菲 你脸红了 阿姨上场 我一听我们新疆的帅小伙 我就一直这样 你看 因为菲菲是 出生在新疆 对 她们一跳起舞的时候 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打响指 是这样的吗 是 跟着一起和 掀起了你的改头来 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我终于在包护尔强和菲菲之间 找到了这个他们两个人 能产生共鸣的一点 你看他俩刚才特别和谐 就两个人那个动作特别协调 一起打响指 再来一下 你再唱两句 你再唱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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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合选 我觉得这首歌 把这个蒙古做的舞蹈 跟新疆的舞蹈都可以 你看 掀起了你的 改头来 让我来看看你 你说的还是真对 这边是一个新疆 然后包护尔叉 对 内蒙古 内蒙古 一个是这个尖 菲菲 见到了老师 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 我首先想知道 就是说因为 你们两个是不同的民族 就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比较好奇 我跟特伦姐的认识 也是非常偶尔 有一次在我们 声援老师的班里面 然后我刚好上 下课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特伦老师 在一边坐着 我说德顿马老师也在这 他是不是跟我们 声援老师是朋友 我就跑过去 我说 那个德顿马老师 你好 那个我特别喜欢你的歌 尤其是我特别喜欢 你们那个 那个 美丽的桑花园 那首 无人来说 如果爱告诉我 走下去 我会拼到爱尽头 好听啊 你小弯好好听啊 一首不算是包裹茶 我点一首 那个吧 就是 把飞飞交给你了 你要照顾好她 你要照顾好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呢 就唱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最爱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没有说一句话就走 我最爱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 你却没有感动 你却没有感动 感动呢 感动呢 透明 你 我不认识你 你也不认识我 对 十年之后 我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你 以后你也不认识我 那今天这节目不摆做了 来来来 再来一次 来 十年之前 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我们还是一样 也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也接着牵着切个街头 十年之后 我们是朋友 还可以为我 真是那种温柔 也找不到拥不到的理由 了了了了 面对为朋友 你是不是有一点点紧张 平时你应该唱不是这样的 对 有一点点 因为看着你唱 我都鸽子都忘了 你看送你 我给你总结一句好吧 我帮你总结一句 你看就阿丽木看到你这长相吧 就歌词都想不起来 就跟我看着你就饱了一样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了 因为我看到了一个美女在我前面 这么漂亮 歌词一下就忘了 对 所有的歌词都在美丽 美丽这个两个字中间 一样一样 她看到我就饱了 因为她觉得我是美食 这个阿丽木刚才说 说这个 一看送您就忘词 你说你这么老远都忘词 我这坐旁边应该怎么办 下面 你就是要望一望 所以我现在 王老师 王建石老师 真的 您真不容易 是啊 我又饱了一回 我基本上不敢拿正眼看他 我觉得这样 知道旁边有银是得了 阿丽木是年轻 活力四射 因为我也是做音乐的 然后来北京来得比较早 所以我就关心你这个问题了 你是什么时间来的北京 是怎样走上你的音乐之路的 我是03年第一次来北京 因为我本人特别喜欢一个节目 当时为了这个节目 我赚了两年的钱吧 就坐了68个小时的火车在北京 最后我梦想实现了 我参加了那个节目 而且我还登上了 那个节目的舞台 我03年 我看到北京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这个城市太适合我了 我就觉得我的梦就在这里 因为所有的人 所有的中国人 看电视 新闻联播是从哪播的 就是从北京播的 所以我希望我的歌曲 也从这播出去 所以我就留在北京 他为了自己的 最终的梦想 音乐梦想 把他没回去 然后他在北京呢 做了三年的服务员 做了三年的服务员 是 就端盘子吗 每天 呃 全面是接待 接待 对 就在大门口接待 就领位 对对对 影台 你好先生 请愿有什么可以帮你 从这边走 你好小姐 哦 这三年当中 在比在每一年都在我们单位 都举办一些联欢会 然后员工歌手大赛 然后我就每一次都参加 那我的成绩都特别好 而且只要我上台 所有的员工都要 大声呼喊啊什么的 他们就过来 阿里木 你唱歌这么好听 你为什么在这浪费你的时间 我说我不在 我没有在浪费时间 我一直在学习东西 他说 我觉得你已经学到了 你看你在刚才舞台上 这么良心 好像你只要上台 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明星 我就 当时给我的影响非常深 所以我就 就不停地在学习 然后不停地去参加一些节目 然后就 报一些比赛 这网络上有一个名人 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怎么讲 人要有梦想 保不起哪一天就实现了 人要有梦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对 原来是这个吧 我那是山寨白 这个我就想 你将来对自己这个音乐道路 有一个什么设想没有 以前是真的没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以前特别喜欢唱流行歌曲 我每次唱流行歌曲的时候 大家都是 就这样看我 可是只要我唱新疆的歌曲 大家都这样 哇 太好听了 这个就像刚才老师们说的一样 那个弯 这是我血液力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我以后的道路上 我永远离不开我们新疆的音乐 希望更多的人喜欢我们新疆的音乐 了解我们新疆的音乐 用我的歌声打动大家 我就满足了 就是要把民族音乐进行到底 这是它的目标 再说到这里 接下来再给我们带来一首 光木丛老师的 搭起手骨 带来一首歌 快乐的歌声 江山山河 桃月盛开幸福花 花开千万多 天啊 在这里 高明要开心意 有充满 快乐的